我们下一位发言者是长平先生 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 长平先生是时事评论作家 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 随后发言的是王安娜女士 请做准备 有请长平先生 谢谢李安金先生的介绍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很多人都知道 我是中国汉人中文数不多的 因为谈论西藏问题 被改变命运的媒体人之一 2008年 西藏发生三月四抗议事件之后 我在FT中文网发表了 《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一文 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暴 导致我在南方报业集团被撤职 并最终离开中国 作为观察中国政治 30年的十四评论写作者 西藏对我的意义 当然不只是和个人命运的关联 西藏人的坚韧抗争 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 这里我想强调一点 那就是达兰沙拉的藏人行政中央 或者称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建设 大家知道中国两会正在召开 有评论认为乌克兰危机 让美中关系有所缓和 美国会投注较多的安全资金 在欧洲相对的会减少对中国的压力 这个汪洋在他的工作报告中 讲了今年的主题是围绕中国共产党 二十大胜利召开 围绕在这个来 拧心俱地 如果美国的压力减轻 那大家预期习近平将会轻松连任 2016年2月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请揭露更多藏人的真相 是因为中国老有网友在揭露一些人 比如说一些明星 黄秋生啊 何韵诗啊 卢盖童啊等港独藏人 其中证据之一 就是他们打来喇嘛尊者 何影 那我当时在文章中说 遗憾的是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媒体 对这些事件及其背后的真相 揭露加引号揭露的太少了 比如说他们提到这个西藏 提到达赖喇嘛领导的 凌亡障人集团时 还在说落后的龙奴志 事实上这个西藏凌亡政府 早已经实行了现代民主制度 1991年实现了议会直选 2001年实现了第一次 这个民选行政长官 2011年 达赖喇嘛尊者宣布在政治上退休 彻底的结束了 这个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 将行政权力完全交给 这个当选的这个施政 当时叫格伦兹巴 洛桑申格 这个是现在就是在 就今天在中国即将迎来 21世纪的终身之领袖的时候 我希望更多人了解西藏的民主建设 另外刚才那个 Horland Kunner牧师提到 提到年轻人的新媒体抗争 我也想在这里说一下 大家知道 这个香港支联会 在去年9月被抛解散之前 为中国的抗争运动 做了最后一件大事 那就是启动众筹 建立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我有心这个受邀 作为总策展人 大家可以在我的这个背景上 屏幕背景上 看到这个博物馆网站的封面 还在建设之中 希望在今年六四之前 会完成中英 有的双语砸烂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我这里想说的是 这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 它以六四记为主体 将1989年 中国民运与全世界的抗争历史 相连接 其中包括西藏人的长期抗争 为我们还将添加灾难项目 让更多的人看到 西藏人的抗争和民主建设 也希望得到 这个藏人朋友的支持 最后我希望 为抗议中国政府自焚 我希望为抗议中国政府自焚的 25岁的藏人艺术家 歌手 财望络部 能够得到治疗 如果他不幸去世 希望他得到安息 他和所有藏人的抗争 将永远激励我们为自由和民主而奋斗 我也祝愿乌克兰人民早日回归 和平自由的生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长平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